我經常說 如果一個人不斷進步 他認識的朋友中 一定要認識很多聰明人 以及對自己有要求的人 無訊問聰明是否聰明 大家自己去判斷 但他要求高 這是人也知道的 你去到你最擅長的在電影或電視的片場 你最不喜歡別人做甚麼 其實那些是很基本的事 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 你剛才說工作的範圍 不是玩 我覺得我們要很專業的 準時 但這兩個字說得很簡單 但原來現在這麼簡單的要求也很難 很多人覺得15分鐘、10分鐘是甚麼 15分鐘、10分鐘不是甚麼 真是很生氣的 但雖然知道有時拍劇 我們這些叫做主線 通告可能是由第一場到最後的一場 在電視劇中有十多場 如果一個人遲十多分鐘 每個人都遲十多分鐘 每一場都遲十多分鐘 我們到尾時是很慘的 所以我說為何準時 兩個這麼簡單的字 這麼難做 第二件事就是 不是十多分鐘就可以完成的劇本 對,這個就是… 熟讀劇本 所謂熟讀劇本 是只記得自己有幾行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嗎?人家的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以為自己熟了 那到終場一上立刻的時候 時…為何無法接觸 我看到我昨天讀得很熟 為何一上立刻 會這樣繳如一頓 其實演員有很多時… 尤其是我們拍劇 或是拍電影 也可以有很多時間預備 就是這樣 只讀自己的幾行 所以到入面時 或排片或錘時 覺得劇本依然很生補 但又覺得自己好像已經讀了 因為你沒有看別人的行業 沒有了解劇情 沒有了解劇情 所以我所謂的熟讀劇本 就是要去吞吞 這種對自己有這樣的要求 其實你小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在甚麼情況下令你這樣 你小時候是否一個這樣的人 我記得我一直在演藝生涯中 其實我是問過前輩 我會問他們 為甚麼你做得這麼好 為甚麼可以像你那樣 我記得我們的前輩是這樣回答我 沒甚麼的 就是這樣 我好像很不想回答你 覺得你很不複回答你 怎樣教你 我怎會隨便教你 所以我們的成長是要自己去體驗回來 那時候我遇到一個百樂 其實他就告訴我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第一 你一定要準時 和熟讀劇本 第二件事就是 他給我機會 他給我機會的時候 當然我也要自己想 其實這件事 如果我的工作是我的興趣的話 那就是最好 於是我就經常看電影 看很多電影 希望將我的工作成為我的興趣 在培養我的興趣 當他真的給我機會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要把握 我為甚麼會找你 你知道嗎 我找你的時候 做這個角色 是我開會的時候 全部人都在我說 不行 無信軍 二線頭也不是 你現在擺上一線 很危險 我的百樂是女強人 給我一個生酒拍桌 我說他可以就行 你說這個百樂多感動 我這個百樂 那個就是真是真 我也不辜負他 當然他給我一個機會 他每次給我每一個機會 我都好好珍惜 我覺得我們對年輕人也是 跟他們說 每一個機會 哪怕是一會兒的機會 都不要放過 阿Mo是來自一個甚麼家庭的 我的家庭 是啊 很簡單而已 小康之家 爸爸媽媽都在面前台做的 那時候有麗的呼聲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在電視台 出出入入 因為爸爸媽媽 一星期六星期都要上班 我們家裡沒有工人 當然是帶我們上班 然後在電視台上問我 做功課 逛逛見明星 爸爸其實很好笑 一直都說一件事 就是如果想害人家的子女 就叫人家去考藝園 所以最怕我們進入這一行 我記得有一年 一段時間是很偶然的 我爸爸在康樂組裡找一些藝員 去拍照 因為他們搞一個拍照比賽 叫員工去參加 星期日又可以去旅行 然後又可以幫藝員拍照 那天好像說藝員脫底 我和爸爸他們打算去當作玩 那天 不夠人家拍照 我叫我爸爸說 你女兒… 那時候我只是很年輕 現在說回來,我已經幾歲了 很年輕 我可以叫你女兒停停欲立 多拍照嗎 不夠女藝人 我爸爸沒所謂 那次真的有很難忘的經歷 因為從來沒試過這麼多相機對著你 覺得自己好像明星 很多人拍照 過了一天很開心 隔了沒多久 又是如是姐 到星期六、星期日 就跟爸爸回電視台 突然在餐廳上 看到自己的照片 像車頭照片一樣大 但有很多張 很多張 都放在餐廳上 都是你的 都是我的 原來拿了冠軍、亞鏘桂冠 都是我的照片 我覺得很有趣 我突然覺得很有趣 為何到處都是 很開心看到 就是這樣 就讓電視台的導演看到 於是有一個… 那時有一個繪圖表演 叫做BangBang帶你威 再組是… 是同時間上的 BangBang當時很厲害 很厲害,兩邊都 同時間贊助了兩位台 同一個節目 於是看到這些照片 就跟我爸爸說 你女兒很大個女兒 其實很小 但生得像大個女兒 他們說不如叫她來做主持人 不過就要面試 我剛才跟你說了 我爸爸很掙承做藝人 只不過將這件事傳達給我聽 即是說想找你去 但又要面試 如果不可以很失威 他自己老人家很失威 所以就叫我不要去了 但我又覺得很好玩 我還要求我爸爸 我說你讓我去試試 他說不要 聽說有百多二百人試 肯定沒有份 這麼肉酸 一會兒不行 我每天上班 看見她無伯伯你的女兒 不過不行 很糊塗的 他叫我不要試 但我慢地求她 我反而不可以當作一個經驗 可不可以 即是一個經驗 讓我去玩一下 當時因為有另一個朋友 是我爸爸的女兒 又去試 我便說 我陪她去 爸爸便說 那好吧 就讓我去試 以為還是不行了 讓我去玩一下 試了 試了之後 當時我知道她們的反應 很喜歡我 誰知道到福事那天 還要到試 即是我心裡想 現在人家正在試 沒機會 沒機會 突然打電話來 你還不來 對 為何你還不來 我爸爸說 來哪裡 他說 你女兒要福事 沒有人通知你嗎 他說 他沒有人通知我 他現在說不可以來 當然不行 那麼肉酸 你們隨便隨便到嗎 當然不給 他說不給我去 不行了 沒有 哎呀 這樣嗎 但我們真的想看看 他可能會有機會 有機會也不理了 太肉酸了 臨時臨急來 這麼沒面子 就不理了 我也覺得很可惜 我也覺得 你讓我試試 或者有機會 但爸爸說了不行 他又覺得很沒面子 沒辦法 接著到第二天 爸爸要上班 在公司回來告訴我 他們說 不用了 只不過我選了你 即是福士也不用 就選了你 蛤?這麼有趣 其實他們可能是第一次 已經決定了 但他想確定 所以再試一次 你覺得威風了 福士也不用 福士也不用 我女兒已經入圍了 已經請了她 於是就是這樣 入圍了嗎 就做了BANG BANG大利威的主持 有一天 街上電視打電話來 我記得我真的很好笑 他說街市打電話來 我說哪個街市 紅龍環街市 街市 我覺得當時的名字也是有點事 他就說找我媽媽 我記得是孫玉彪 打來找我 我找我媽媽 我問你找她甚麼事 他說 街上電視上想找我做 紅樓夢 當時煲得很熱 說選林代玉 我記得我問她 我說那我做甚麼 她說想找我做林代玉 我記得我拿著電話 蓋著電話 然後說媽媽 介紹我做林代玉 不用試鏡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去見 然後他們找我做林代玉 但不懂得珍惜 所以不知道機會 那些是機會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做甚麼 一切都是被安排好 不是自己爭取回來的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一個這麼好的角色 林代玉 我沒有好好地揣摩 我覺得是我一個遺憾